被执行企业即使已经符合了 纳入实行名单的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 确实具有主动旅行的意愿 而且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或者达成了执行和解 或者能够证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而且提交到这样一个 切实可行的旅行计划 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形 我们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纳实宽限期 那么我们法院经过审查 可以决定给予最长三个月的 纳实宽限期 这样对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 就暂缓纳入实行名单 给他一个纠正失信行为的缓冲期 同时我们还建立健全 纳实预警等等机制 一方面可以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 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的 不影响正常市场经营 这些措施给企业的纠正失信 缓解困境也提供了新的路径 纳实的宽限这样一个措施 一方面它看起来只是对债务人 也就是被执行人有利 但实际上同时也有利于债权人 获得宽限期的这个债务人 可能更有机会调整自己的经营状况 盘活自己的资产 因而判决得到旅行的可能性会加大 另一方面执行程序 应当有一定的弹性 实施执行行为 不能简单机械地采取各种执行措施 而是应当基于强制执行的目的 进行合目的的考量 以决定采取哪些措施更为合适 更加契合于购案的具体情况 与此相对应的是 执行程序的规则既要有刚性 也要有一定的弹性 这样才能合理地应对 实践当中各种距离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